本土 民主 反共 普朗政治 民生喜悟 myradio.hk 家在海外 心系香港 百川汇聚 四海文集 建守西方價值 捍衛自由主義 西方論壇 好 繼續歡迎大家收聽西方論壇 這個是最後一集的Part B 要聽Part A 就上網聽 我們就講到西方國家 我覺得這五年左右的趨勢 我們就見到趨勢不太好 剛才的其中一點就是 我們會見到西方國家 人民的權利越來越被削減 而政府的權利越來越大 除了政府很狡猾奪權之外 人民都有很大的責任 責任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的反應 當我們見到一些不喜歡的事情 我們就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政府要找一些方法來解決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自己手上的權利交給政府 如果只是影響其他人當然好 但有一天總是會影響我們自己 那第二點就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經濟 就是超級明顯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接下來的一個世界經濟的崩潰 這個就不只是一個金融風暴那麼簡單 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 全球全世界 我們如果是看歷史 我們其中在歷史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是不會從歷史裡面學到任何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人是不看歷史的 如果你是看港股 即香港的股票市場 其實香港人是很早已經開始買股票 即已經買了五十多年的股票 可能還更多 中間是有不少經濟的低迷 以及股市的大跌 你會看到其實每一次都是發生同樣的事情 就是當股市去到很高 那時候炒得很高 每個人都會叫你快點買入 但是我們要了解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如果是住屋邨 租房 普通人其實只是小戶 但是有大戶 大戶就是可能持有整個市場的30% 40% 50% 可能再多一點 那當這些大戶 他們看到小戶全部都進入 他們就放手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個經濟市場 這個股市市場是我們有得玩的 其實這個不是真正的市場 其實是這個被操控的假市場 某人一開始給你一些甜頭 然後讓你繼續買 是啊 所以你會看到 我為什麼知道澳洲的樓市會下跌呢 因為每個人都叫我買樓 我就不買 但是每個人都一起叫你買樓的時候 你要留意那些是什麼人 那些一定是買了樓的人 買了樓的人就最想你買樓 因為越多人買樓 就越證明他們的投資是對的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開始不肯買樓 那他們就糟糕了 所以你就不要說 世聰你這麼說不對 我上網看財經一周 我看這個domain 他告訴我樓市會繼續升 你看這些是什麼人說什麼話 但是如果你是看一些學者說的話 即一些unbiased的學者 每個人都告訴你 即是這個世界 即將會面臨一個非常極度嚴重的經濟問題 有多嚴重呢 即是我講一些figure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眾所周知 即是美國的經濟增長就越來越下跌 即是這麼多年沒有好過 即是已經是有十年 美國的增長是低於3% 即是這個是很嚴重 但是為什麼還有增長呢 因為其他錢是借回來的 美國實在是借了多少錢呢 我們經常聽到13個trillion的這個數目 有些數目甚至是18個trillion 什麼叫做trillion呢 一個trillion就是一個數字之後有12個零 這個就是一個trillion 所以13個trillion就是13之後有12個零 在美國的200多年歷史 奧巴馬是這麼多個總統之中 期間借錢是借得最多的 不單止 借得最多已經是很多 但是不單止 他借的款項 他借的錢呢 就是多於所有之前的總統 combined 加在一起的數目 嘩 他都成為歷史人物 是的 除了黑人之外 他是借錢借得最多的 即是等於多少呢 即是等於每一個 這個美國人民的負債 就是美金六萬元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六萬元 那你要知道幾件事 即是如果你這樣看 六萬元其實你慢慢還都還得到 即是都不說這麼嚴重 都可以的 但其實這條數就不是這樣看的 讓我解釋為什麼了 因為在美國真的有做事的人 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其實這六萬元 其實對於真的做事的人來說 其實是十萬的 即是你將他 沒有做事的人 是的 多一倍 如果你要還美金十萬元 用多少時間呢 即是如果你是當 按揭 mortgage 可能要用二十至三十年來買 你要還債 但是這個就是assume 你的債就是十萬元 即是你好像有間屋 你這間屋就是這麼多 就是十萬元 你也是一直還著這十萬元 這個東西就在 這個就是你最大的購入 但是問題美國是什麼呢 就是它有些政府部門 醫院 教育的費用 收勞這些cost 其實是每年都上升的 即是這個十萬元 你不要當它是買了一間屋的費用 你當它是一年租樓的費用 即是你二十至三十年可以存到的錢 才可以供到你租這間屋一年的時間 那你說你死不死了 嘩 真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就是什麼 美國現在在花費的錢 現在在花費 浪費的錢 是在借來這二三四五代的錢 所以你看這個baby boomers 嬰兒潮這一代 真是多厲害 它不僅是得到打完仗之後的 經濟起飛的所有益處 它之後還要吃夠之後的三四代所有的食物 還不肯退休 你說這班人多討厭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醒覺到這件事 我以前小時候 經常都將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民主國家作對比 事實上共產主義真的不行 但它是短期內不行的 你一試五年之內就馬上死掉了 但是這個capitalism的系統 在短期內和中期內都可以的 但是長期就真的不行 所以你看到現在西方國家 歐洲 美國 他們現在不停地借錢的方法 是不可能繼續 你看到這些西方國家的宏偉 這些東西多漂亮 多厲害 建立了多少的漂亮東西 其實這個事實上真的存在 不只是表面的 它事實上真的存在 但是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借回來的 其實你是把兩代 三代 四代 可以賺到的錢 或者兩代 三代 四代 裡面的所有的資源 就是放在這個時候 那當然是漂亮 就好像中國建了很多鬼城 一會兒會再說 好了 這個是美國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美國 它是不可能可以還到這個債 即是今年每人十萬 你過一年就每人二十萬 那你怎樣還 我們已經過了一個可以解決的地方 即是已經過了可以解決的時間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走勢 是必然會破產的 所以美國應不應該繼續借錢下去呢 應該的 我解釋給你聽為什麼 因為你肯定會破產 你寧願今天破產還是下個星期才破產 下個星期才破產 因為你起碼可以享受多五天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或者在美國 它仍然可以享受少於3%的增長 為什麼它不是 negative growth 就是因為這些錢是不停地借回來的 是會借到一個地步 是借無可借的 這樣才倒下 但是如果你被人推下山 你被人推下山 推下一個一千尺的深淵好 還是一萬尺的深淵好 還是一百萬尺的深淵好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 不是說它是否會糟糕 問題是什麼時候糟糕 但是它一定會糟糕的 一定會糟糕的 是糟糕的 所以現在 奧巴馬唯一做得對的是什麼 就是一直這樣借錢 是對的 因為你享受得多少天就得多少天 好像人們的癌症快要死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吃藥了 算了不要再吃藥 不要做化療了 你享受得多少天就得多少天 醫生是這樣說的 同樣地美國也是 所以不要想太多 因為你現在就算是削減政府花費 都沒有用的 算了已經死了 所以就不用再想了 唯一的方法 就是如果政府 是完全停止任何的借貸 即是它是 它是停止有學校的分析 醫院的分析 不再收路 這樣可能三四五十年 就可能會 可能會起得翻身 但他們不會這樣做 就好像希臘 希臘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而希臘其實 他借貸的數目 比美國還少 美國我剛才數了六萬元一個人 希臘是四萬八元而已 但是歐盟的 就一直被他借貸 因為他有一天 完全一毛錢都不給的時候 那時候 就真的沒得玩了 所以你看到歐洲和美國 兩個地方 其實你看到現在 兩個是萬聖的死亡 但是之後 再要獲金 那中國又怎樣 因為歐洲經常都說 The Asia Century 中國很厲害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中國是應該陪美國和歐洲一起跌倒的 但是中國就沒有跌倒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經濟做得特別好 可以保持他的7-8%的GDP呢 其實就不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那時候 已經停了很多訂單 即是美國人 歐洲人 已經停止賣很多中國的貨 但是中國政府要面子 如果它跌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政府就有很多subsidy 就是監便監賤 把電視機賣給別人 我剛剛買了一部電視 39.5吋 LED電視299元 你說有沒有可能 以前我現在有 所以這些就是 中國政府所subsidy出來的 這麼便宜的貨物 還有大家都應該聽過這個figure 就是中國在一年裡面 用了美國一百年裡面 用的這麼多的石屎 來建了很多樓 那它建了多少樓呢 它建了這麼多的樓 就是可以住到34億人 34億人 是正正現在整個地球的人口的大概一半 所以中國根本是沒有可能要這麼多屋 但是你看到有很多鬼城 相信大家上網都看過 是沒有人住的 整個城市 這段文說到 as far as the eyes can see 你站到很高的 然後它真的去到最遠最遠 你都看到這個城市 大到這樣 但是裡面是沒有一個人住在裡面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中國就繼續借錢來建建這些城市 來托高自己的事 但是你看到 我英文叫做 You can spot this from a mile away 你在很遠就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必然是一個泡沫 你有沒有可能 是可以亂建這麼多間樓 可以住到34億人 就是人類人口的一半 而沒有任何經濟的 consequence 當然不是 中國也是會倒閉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這樣無止境地借錢 無止境地建設 你這塊錢始終都要還 所以為什麼現在政府不停要 希望人可以繼續投資在政府 存錢各樣 還有人可以廢除這一鞋戰術 對 所以整個世界亂禁借錢的情況 其實是不可挽救的 你可能是十年前 或者是十五年前 你會看到中國就是這個世界的將來 或者是這一段時期的將來 你會看到無論是買樓 或者是一些投資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以及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商界的機會 這個肥豬肉 是的 但是你今天2016年再看看 到底你展望接下來的五年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希望 你有什麼可以說 我們接下來2016年至2025年 這個就是我們地球的將來 你是看不到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有沒有什麼可以大到可以托得起 一個現在去到這麼低迷的位置的市場 是沒有的 這個問題也是回到剛剛所說的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今天政府亂禁借錢的局面 是政府所造成的 他們借錢的時候 因為那些人不是蠢人 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會發生 他們都知道後果會這樣 這個不是surprise 這個是有problem reaction 到樓市真的倒下 到所有股市真的倒下 到所有東西變成不值錢的時候 到你拿著的銀子 你用了很多年來儲存的這一塊錢 是一塊麵包都買不到的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政府有什麼solution呢 這個必然是一個大政府的所謂 通常當有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當有一個大的貨幣危機的時候 甚至是崩潰的時候 就一定要出一個新的貨幣 會不會是一個imf的例如 可能會發出一個新的貨幣呢 之後你不要以為他發出一個貨幣就很好 他現在是救了你 你可以有正常的生活 但是你這塊錢是要還的 你一輩子就是幫這個 之前借了這麼多錢的政府 就是還這一塊債 這個就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今天這種奢華的生活 不停買衣服 幾年換一次車 不停升級電話和電腦 這些全部都是借回來的錢 這是一個明顯的泡沫 這是不可以一直保持著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走勢就是 整個世界經濟和一個家裡 如何管轄金錢的 其實情況就是一樣 你可能有一張信用卡 然後你滾爆了 這個就是經濟危機 這個就是經濟危機 之後 為什麼過了幾年沒有事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經濟危機 過了幾年就沒有事 為什麼過了幾年就沒有事 其實你根本沒有解決問題 你只不過是再申請另一張信用卡 之後再滾 之後你就再有另一個經濟危機 這個危機就是你第二張卡都給不起 之後你就申請第三張卡 但是你知道卡這麼卡 所有人都知道過了 過了信用限時 你不可再借的時候 你就要破產 你就已經是所有卡 那麼多存在的資源 越滾越大 你已經是不可以再還到 已經再沒有能力可以還到這塊錢 其實這個世界 尤其是美國和歐洲 我根本就是走這條路 就是為什麼任何家庭主婦 都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為什麼政府不知道這個道理 是他們不知道 還是故意的 另外我看到 將來在經濟上 一定會走向一個 cashless society 什麼是 cashless 就是會廢除現金 因為其實政府 我告訴你 是很討厭現金的 政府最喜歡 就是你用信用卡 付錢 這個也是你看到很多TVB期 你怎樣知道賊去到哪裏 就是看他有沒有用到他的八達通 八達通和電話 是用來 track人民的 所以他就是最不喜歡你用 cash 他不喜歡你出去補習 之後賺錢 賺了些 cash 他想知道你每一個先在哪裏 他想知道你賺了每一毫是多少 他可以抽稅 所以政府是最討厭 cash 所以當我們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步向這個情況 就是開始 cashless 那 cashless 他會怎樣銷售你 政府會怎樣銷售你 他就會銷售你方便 對 你現在上網用我的電話 也能夠付錢 我銷售你 我告訴你這件事是多方便 我們現在 或者之前就是有信用卡 信用卡 每個人都覺得很方便 你一有信用卡 那些人就不停借錢 你有信用卡 然後你就習慣用卡的行動 嘟 嘟 之後再有 next step 這個就是 pay pass 即是負責卡 或者是八達通 嘟 嘟卡你覺得很方便 然後 現在已經有 apple watch apple watch是手錶 然後你的手就經過嘟 是不是很方便 卡都不用拿出來 對 卡都不用拿出來 用電話嘟就行了 以後可能更方便 你想想你進一個店 你可能戴著你的 apple watch 你喜歡這件衣服你拿一拿一拿 不用出去檢查 你一走出去 嘟嘟嘟 就馬上嘟了你 已經買了多少件衣服 然後就直接在你的銀行那裡扣 沒有 cash這件事 是不是很方便 買的多方便 然後之後 我們平常都在想 哎呀 人們經常都說我不是google 我不是馬上知道 人們說我不是google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google 告訴你怎樣 因為現在google已經開始發明 這個叫google glass google glass有眼鏡 還有這個google glass 它競載的是什麼 你除了跟它說話之外 它可以看到你在想什麼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 不知道咖喱雞怎麼煮 然後你的腦袋想一想 你斬幾眼 然後google glass 就馬上有食譜 很簡單 然後你只要買一隻300克的雞 然後你將它斬件 然後你用紹興酒醃 你所有的資料已經在你的眼睛看到 你想一下意思就是什麼 政府知道你想什麼 我先說google glass google glass很不方便 因為你打籃球出門 很容易碰到 很大塊 很容易碰到 所以現在人都不喜歡戴眼鏡 喜歡戴隱形眼鏡 對 喜歡戴隱形眼鏡 所以之後我相信這個科技已經存在 是google glass的接觸鏡 每天早上起床就在眼睛 斬一斬眼 然後你計算任何的數字都可以計算 之後你要做任何討論 我平時做生意 我最怕計算數 經常都計算錯數 但我現在看一張紙 一看一張紙 就馬上有一個總數 哇 多方便 想起開心 沒錯 這個超級方便 我們既然已經有了這個接觸鏡 不如直接直入 你想一下 如果有一個晶片 可以放在你的腦袋 有個晶片 你不用用眼睛 你想一個問題 google直接告訴你 嘩 還不用煩 隱形眼鏡都不太大 人家問你 愛迪生是何時出生的 你馬上有答案 我現在不知道 所以每個人都變成google 但恐怖是甚麼呢 在1984這本書裡面 它說到這個政府是怎樣可以控制人民 它有一個部份專門銷書 Fahrenheit 451這本書也是說到 因為那時候很落後 沒有回憶這麼多技術 你想一下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Wikipedia其實是有一些政府的背景 尤其是google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是用google 你如果有一些資訊 想放上網 如果google不想這個網站出現 它不會出現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我們這麼 inter-connected 你想一下政府要控制資訊是多容易的 但是這個不是馬上的 如果我今天2015年跟你說 然後我說 有一個電腦直入 其實現在已經很多人肯做這件事 有一個叫RFID 很方便的 平時辦公室 你上電腦 你又不用寫電郵 那麼麻煩 你進門口又不用那麼麻煩 要用鑰匙 不見了鑰匙怎麼辦 你用手出去 然後就進去 多方便 已經有很多人肯做這件事 但是你會看到這件事 你會看到趨勢會怎樣普及化 當你有這個chip跟著你的時候 政府怎樣追蹤你就很容易 政府知道你的一舉一動 政府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說過什麼 你跟誰人談過什麼 你去到哪裡都抓到你回來 對 所以如果政府是 譬如你做了一些事情犯法 我相信在20年之後 可能跟誰說Merry Christmas 已經犯法了 政府怎樣罰你呢 就是turn off你的chip turn off你的chip是什麼 就是你買不到東西 你想去買東西 不好意思 你奪不到 或者政府很容易充公你的錢 你本身有的錢 如果你犯了法 我充公你的錢 但是你有錢 政府也充公不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政府可以奪權的能力 其實是變得越來越大 這個很futurist 就是說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剛才所形容的 其實所有這些東西的科技 已經存在 政府不會無緣無故用的 但是要用的時候 他肯定會用 就會慢慢滲入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我相信聖經 聖經有一句很厲害 但是他在啟示錄說 他在啟示錄 找不回 大概是說什麼呢 如果有誰不願意敬拜這個野獸 這個野獸是一個政治體系 或者是當時的世界領袖 如果你是不敬拜他 不崇拜他 他就說 這個人是可以令到你不能買賣 你如果想起 甚至是二十年前 你都不可以想像到 你怎麼可以阻止人們買賣 你的錢都收不掉 如果他假裝黑衣 在街上 也可以買到一塊麵包 但是你想想 如果他變成是貨物 是沒有貨物 每一個人都要用嘟嘟的 他真的不可能購買或銷售 而且這句說話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說 這個記號 是放在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放在額頭 一個地方是放在右手 而上述我剛才所說的兩項 都是RFID晶片會放在兩個地方 就是在額頭和手上 而且很有趣的是 你看看一本更好的聖經 即是King James Version的聖經 他不是說on the hand 通常是mark 通常是mark 即是I'll mark it on your hand 即是你寫一些記號 都是寫在手上 但在King James Bible很有趣 他是用在手裡面 in the hand 當他是做NIV和其他翻譯的時候 他就是改了這句字 即是可能他覺得 有什麼理由是in the hand 不合理 即是on the hand 因為那時候是六、七十年代 因為NIV 但是King James Version 是很有智慧地寫 就是in the hand 這個是很奇怪 因為你不會這樣想 差很遠 但是信不信由你 對 但是是very interesting 我們轉回來之後 就講第三件事 就是講伊斯蘭教問題 和伊斯蘭國 5-6 million Jews I don't know what the actual count was They did a genocide They tried to wipe out an entire race Hitler did not take Germany by force He did not drive in with army tanks Hitler was elected 98% That's just about everybody Everybody voted for Hitler because he was going to solve all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Did Hitler get elected on Monday And start throwing people into ovens on Friday? No It was a gradual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that Hitler did was start to write newspaper articles Everything that was going wrong was the Jews fault Did the Jews write their own newspaper articles and go I disagree Well not that I can think of I've never read any newspaper articles that contradicted any of that So then the Jews had to wear the Star of David Did they say no That's a violation of my privacy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No The Jews decided Well it's a religious symbol We love God We should be proud Eventually the Germans came in and they broke all of the windows in all of the Jewish businesses In one weekend The Saturday night was known as Kristallnacht which is German for night of glass You couldn't walk up and down the sidewalks because they were filled with glass Did the Jews rise up and say Now dammit You're violating my property You shouldn't do that No Gosh we don't want to make the Germans Any madder than they already are We want to just kind of go along to get along Don't piss them off They've got guns Eventually the Germans are loading them up In the cattle trailers On the train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On vacation? Wher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take you? Well now you're cold and naked And they're walking you into the ovens Where you're going to go to mass execution Is it time now to raise your hand And say you know I tend to disagree with all of this BANG! You're dead It's too late to complain You should have complained at the beginning When you at least had a chance How bad do things have to get Before you do something? Do they have to take away all your property? Do they have to license every activity that you want to engage in? Do they have to be throwing you on cattle cars Before you start to say Now wait a minute I don'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Before you finally resist And say no I will not comply I will not comply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You're going to come to that line And when they cross it Well you can say Well okay cross this line Okay now cross that line Okay now cross this line And pretty soon You're in a corner Sooner or later You've got to draw a line And stand your ground Whether anybody else does or not That is what liberty is all about 西方價值 捍衛自由主義 西方論壇 西方論壇 好了 回到第二節最後一集的Part B的西方論壇 嘩 講了兩集都還未夠講完 我就是講西方面臨的危機 剛剛就講了幾樣 第一個就是人權削減 第二個就是科技和經濟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教的問題 無論聽我們的節目多 或者是上我們的Facebook page Facebook.com slash Westforum 我們都是時常會講關於伊斯蘭教的問題 我們現今在今天的世界上 終於體現到伊斯蘭教的危險 但是我相信我們甚至是二十年前 其實是在九一一之前 我們都覺得伊斯蘭教是Harmless 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 是做很多傷天愛害理的事 很多極端的情況 好像阿富汗 本身是一個很蓬勃的城市 但最後就變成一個專制的廢墟 所以因為很多西方國家的人 有這個思維 就是覺得伊斯蘭教是Harmless 所以這個十字君東徵的故事 就是被曲解了 十字君東徵就好像說 基督徒就是向東來征服其他人 但其實事實上歷史根本就不是這樣 事實上其實是天主教徒 當時是捍衛住在城鎮的基督徒和猶太人 這個歷史是怎樣被曲解呢 就是被曲解到基督徒是侵略的一方 但其實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麥可密德 我們都看到伊斯蘭教徒是喜歡打仗的 你看到伊斯蘭教和基督徒的大分別就是什麼 伊斯蘭教徒就是侵略 所以他們的旗上有刀 基督徒的旗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被人殺 所以以前 當麥可密德帶一群兵馬和後人 去到很多不同的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城鎮 我們今天看到中東那麼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在麥可密德存在之前 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地方 他們就是用現在伊斯蘭國的方法 所以我們只不過是要看歷史 就會看到 到底現在很多伊斯蘭教的人 或者伊斯蘭國做的事情 是否與可蘭經背道而馳 我們會發覺他根本就是做他的歷史一直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是去這些城鎮 殺基督徒 殺猶太人 殺小朋友 強姦 搶掠 他們做了這些事情 當時 沒有這些左膠的存在 沒有政治正確 所以教皇下命令 他是怎樣下命令 總之你看到啡色皮膚有鬍的 包頭的就把他全部撕破 就是這樣簡單 之後就隔殺物論 所以會不會有些包頭啡色的人 有鬍鬍的 可以進入歐洲的 教皇會不會讓他進來 他會不會說 哎呀你不可以說 因為他的灰色 就是說他是伊斯蘭教徒 你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 總之就是加殺物論 所以以前為什麼可以抵抗這個情況 之後也是歐洲幸好可以幸存 他就可以保護自己的一部份 但是中東基本上就分給伊斯蘭教徒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些伊斯蘭教徒 他們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後代 其實你會看到伊斯蘭教的問題是很明顯的 但是很明顯我們今天不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你看到劉蘇的包頭就加殺物論 你當然不可以這樣 因為現在是正式正確 所以如果你建議這件事 首先你就種族歧視 說也不行 這個也是今天整個節目所說的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的情況 就是問題 人民反應 政府答案 西方國家 你要用腦想一下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明顯危險的人進入自己的國家 就是馬克萊夫人 德國中 對 他說我們無限量要放些難民進來 對 現在還在放 你覺得他是 是不是蠢呢 因為那時候 沙特阿拉伯亞和中東國家的人問他 你又不收容 然後他說 神經病 裡面也不知道多少恐怖分子 而且很多保守派都說 裡面有很多恐怖分子 你小心點 我不是說每個都是 但你100個裡面有10個都死了 那馬克萊夫人他是不是蠢呢 連伊斯蘭國的人都說有人送進來 伊斯蘭國自己都揚言說 那馬克萊夫人是不是蠢呢 傻了 他比你多聰明 所以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人進來呢 就是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如果這個政府是想 製造一個大政府 如果他是想看別人的電郵 他沒有可能說 我只要看伊斯蘭教導 因為這樣是racist 所以我們為了保護人民 我們要看全人民的電郵 政府是要有能力 可以偷聽每一個人的電話 要竊聽 政府是可以隨時有權 進入任何人的房子 政府是可以 拿走你的房子 然後派給難民住 德國就是在做這件事 政府是可以 不單止進入清真寺 因為清真寺的人說很多極端的事情 但是只進入清真寺 就歧視了 所以我們要進入你的教會 聽聽你的教會說什麼 之後 如果是牧師說一些歧視的話 例如是兆基佬 這樣就要坐牢了 或者是政府 為了可以保障這個社會 我們不想有黑市 這個貨幣的貨幣 因為你看到 如果人們買毒品 一定會用貨幣 我們要打擊毒品 所以我們就要廢除這個貨幣 你看到這個就是西方國家的走勢 我不是說這些事必然會發生 但是這些是你一直走下去這條路的趨勢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講了其中三個 我一開始形容作為龍捲風 這三個就是比較入門 和主流的 這三個就是奪取個人的權利 世界經濟系統的崩潰 以及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教問題 這三件事最後都是去到一個解決的 解決就是製造一個不民主 和一個不需要為人民負責的政府 甚至是一個地球的政府 因為你就會說 例如恐怖分子襲擊 恐怖襲擊 這不是我們只得過的問題 原來這是整個世界的問題 我們整個世界一定是要在不同的國家 有一個網絡 來將這些資料給國際警察 又或者講到溫室效應的問題 地球暖化的問題 就是這個不是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解決的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國家 每個人都合作 有一個不合作 就整件事不合作 以及我們怎麼可以這麼多國家合作 又容許一個國家不合作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世界掌控的團體 就是要監察著每一個國家 真的做自己的部分 如果他沒有做到 就可以派兵或者可以懲罰 以及我們網上管制也是 有什麼理由在德國是一個法例 在英國是一個法例 其實我們應該是有一個世界的管轄 以及我們是地球公民 沒有理由有一些公民可以得到這些 另外一些是不行的 你出生在不同的國家 就可以有不同的命運 這個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這些政府所做出來的問題 其實最後都是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讓聯合國 可能不知道之後會延伸變成什麼個體 就是將聯合國的地位提升 就越來越多power就變成聯合國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怎樣 就是人民就會先將自己手上有的power給政府 之後政府就會在聯合國簽署不知什麼條例 之後聯合國的警察 或者enforcement 未必是警察 就是可以懲罰這些國家 如果他不合作的話 但是可能簽署的這些條約 是可能違反每一個國家的憲法 但是到最後的 到底是這個世界聯合國的憲法大些 還是你這個小小的國家的憲法大些 其實是沒得說的 在法律也很難界定 哪些是法律 或者哪些是 我們以前讀法律 其實就學過 哪些是regulation 哪些是law 哪些是inforcible 其實什麼才是法例 其實這個不容易定義 其中一個經常問的問題就是 國際的條約 到底是不是一個法例呢 我就覺得不是 但是大部分其他的學者 就覺得是 其實這件事 在最後是說到 哪個力量大些 就是哪個適合 真的很簡單 你想想如果是國際貨幣基金 或者是掌管那時候 將來的貨幣的人 你要了解到 當時是cashless 所以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人民 都會有他的銀行的銀碼 如果這個國家 真的犯了一些錯 例如他的碳排放是多了 這個國家是要罰了 每人的戶口 就立即扣50元 然後你怎樣可以發聲 而你說不是喔 憲法是說我們不接受 我們是要投票移走這件事 你覺得在這個 已經國際化了的制度 你還可以這樣嗎 沒有 已經沒有 基本上 你基本上 將這個國家的主權 交給聯合國 或者地球政府 所以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人民的權力 就是越來越少 而且你會看到 你和整個地球政府的決策 的位置 就是越來越遠 所以你的能力就越來越少 到底是誰可以控制到 這個最強力的組織 不知道是誰 但肯定不是你 所以這一定不會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世界走的趨勢 其實是面臨一個大災難 政治和經濟當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政治就是經濟 現在經濟面向這麼大的災難 政治也不會好得去哪裏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些準備 我們不是像美國那些人的 其實美國那些人很聰明 不要經常笑他們 美國很多人在準備這些 你揭起床 裡面全部都是罐頭 就算罐頭 罐頭圓形之間 都要放一件朱古力進去 其實那些人很聰明 他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幾年前看這些節目 覺得有沒有假的 笑他們 現在就開始明白為什麼 但是其實他們這樣做 我覺得也是很討厭 好了 你當自己有把槍 那是怎樣 你知不知道現在美國政府 他有科技是多厲害 他有那些機器 可能小得像一隻蚊 他可以派一隻蚊進來 之後一針你 然後還給蚊針 你以為你給蚊針 其實他已經是把一個機器 注射入你的血液裡面 他的技術比你更厲害 有些人做過估計 美軍的科技 比我們現在正常人所有的 是纏為三十年 三十年之後的科技 我不是真的想像不到 是啊 還有他應該在DNA 應該搞了很多事情 你上網看看 其實美國已經在研究這個 不是已經做了 他將羊和蜘蛛的DNA 結合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做一些輕便和實正的鼻彈衣 所以他想一些羊出毛 那些毛就像蜘蛛絲一樣硬 自己上網檢查一下 所以我不是覺得人可以做到什麼 但好像我節目所說 我們可能可以 就算什麼都做不到 至少我們自己心裡有準備 以及 即使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都大概 或者可以做少許阻制 至少你說出來 讓其他人知道 可能有幫助 小笑 不知道 我就覺得沒有了 如果有的話 我也不會不做節目 但是 其實你在網上 看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 關於將來的語言 例如聖經語言 我很喜歡研究的 我覺得都很真實 但就算聖經語言 都可能有30個規定 很多人就會被承認了 這個啟示錄 有30個規定 就全部被承認了 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30個規定 你都應該開放 我用聖經語言來做例子 但可以是任何事情 你看到這些語言 你都應該開放 這30件事 裏面只會發生一件 或者幾件事 當這幾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 咦 這件事有發生 起碼給你是一個訊息 所以就不是說 你只是在一方面 我相信不會在地球裏 每個人都錯 我相信有些人真的 拿著一個真理 如果你看到歷史 通常適合的人 是一個少數 同時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很罕有 在世界上有一個災難發生 而之前沒有人發聲 沒有人警告 很少有這樣的事 所以大部份都是有些警告 或者有些先兆 所以如果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已經有這麼多人 說是面臨一個亂世 如果我們是懵懵然 比較聰明 就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但大部份人都是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辨別能力 來研究一下 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到底這個政府 這麼多政府 做了這麼蠢的事 是不是真的蠢 還是背後有一些預謀 到底這個預謀是什麼 以及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 其實是跟你有關係 都應該研究一下這些事情 好 我們的節目就在這裡結束 這個是最後一集的西方論壇 希望可以以後繼續在Facebook上面 和大家見面 以及我們都希望以後有些什麼大新聞 有些什麼值得評論 有空就錄一兩個節目 在哪裡可以聽到呢 就可以上我們Facebook page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資訊 好 希望大家在2016年和之後 大家可以醒目和醒覺 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 四海文集 點擊這裡 然後減選你想撐的節目 你可以交多個一個節目的月費 甚至可以選擇 給超過68.9的月費 作額外支持 假如你沒有信用卡 或者PayPal戶口 你可以根據節目月費 收費表裡面的說明 用郵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費 又或者在辦公時間 親臨普羅政治學院 用現金或支票繳交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467-3088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節目月費計劃 撐MyRadio